11月13日,星期六,倒數第十一集的惡魚談 近來有一個報告出來,令到香港人驚訝 因為香港的M型社會越來越嚴重 M型社會,我待會再解釋給大家聽,如果大家不明白 原來這個叫做2020年香港貧窮的情況報告 當然了,老炳,將香港裡面究竟有多少多 貧窮的人存在在700多萬人口裡面 這一份報告就會告訴大家 我們在想,究竟香港有多少人窮過老奧 誰知道,嚇死我了,多到沒有朋友 竟然有165萬人 跌到貧窮線 而佔這個百分比,這個貧窮率 在香港政府的時候,我,左衣斯、黑骨、勒掘 以及江頭仔,Steven興 再加上小花 這四個人的班底裡面,就有一個人最窮了 究竟是黑骨、勒掘、左衣斯窮 還是小花窮 還是蓋幫幫主 我老奧是最窮呢 大家都可以略知一二 為什麼會這麼窮呢 739萬的香港人裡面 有165萬人 是窮人來的 平均會五個人 一個人窮 真的很嚴重 但是,你又看回一些的報告 較早前在第二季的初季 就是我們剛剛四月份的時候 也都公佈了 為香港也都有一些很厲害的數據出來 原來香港 有千萬富翁的身家的人 有差不多近52萬這麼多的人 換句話說 差不多每十二個人 就有千萬的身家的富豪 全公司裡面 一定是有一個千萬的身家 那個一定是吊總理西瓜頭 他左手伸一伸 跪咎過大家的全身 整天就拿一隻金人出來思考人生 都不知道家裡有多少隻金人 肯定是有錢仔 這個人 又有很奇怪 為什麼這麼極端 一邊的就是這麼有錢 一邊就是這麼窮 就正如我所跟你說 這個M型社會一樣 現在香港這個M型社會 就好像林鄭月娥體副科 驗子宮頸癌 抹大他們的鼻 樹高他的膝蓋 大者蹲低 打出他快爛快 整個M字抹大 只有這麼大 兩邊的貧富懸殊 就是非常嚴重 而這個貧窮的數字 貧富不均的數字 也是在2009年以來最高的記錄 換句話說 在777的帶領之下 這個真是一念天堂 一念地獄 香港真是水深火熱之中 又有 豬門狗肉臭 真是路有凍死骨 就在這邊 這麼謹慎要 如果一個不謹慎 給777 林多 裝五年 真的 真是一字馬 真的不能死 我們是不是要再由這條臭蟹 帶領 等我們貧富懸殊卡劇 跌入貧窮線 越來越多 大家就要看看明年的三月份 特首跑馬仔選舉 這條臭蟹不敢去入閘 又或者來界 會不會選出一個賢能出來 帶領香港 逃出這個困境 當然 現在 他如何定義這個貧窮線 他說 如果你單人 你家裡每個月 平均收入是四千四百元 那你就一個窮人 如果你家裡有兩個人 但你兩個人加起來的收入 是九千五百元 你也是一個窮人 如果你家裡四個人 總收入是一萬零八百元 那你全家都是窮人 當然 我們都知道 這些數據 就不夠你擺 看你怎樣去定義 但是個問題 無論你怎樣定義都好 大家都知道 這幾年 香港的 這個經濟越來越單之化 以往我年輕人長大 那時候百花齊放 各行各業都找人賭食 但現在 工廠又沒有 只剩下金融業 地產業 其他廣告 設計 拍電影 夜場 按鈴鐺 全部都 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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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談 死水 賺錢的 就焗一部分 但其餘 所有的人 就是 握頸 就命 做這些 金融 地產 才可以生存得到 大不大問題 開了 單支出來 不能像以前那樣百花齊放 這個也是當然一個重要的原因 但當然 如果你問我的意見是怎樣 就告訴大家 近來 我不知道哪個媒體 搞一個 選特首的選舉 當中 裡面有一些候選人 竟然包括我 老我 我告訴大家 我完全沒有興趣 亦都 想到沒有 絕對不想 不會 不會結束 說結束 多年都會參選 他說這一世 地球爆破之日 宇宙滅亡之時 向燈火發誓 我都不會做特首 OK 我堂堂一個 高等的高等的加拿大人 幹什麼 單歸來這個 薪毛嵩的地方做特首 你也是個傻的 你那個白痴 雖然在香港 每七個有一個精神病 可能不會七個人有一個是精神病 那個就是我 但我都不會瘋狂到 走去屌你老母 好像謝霆峰那樣 剪了加拿大的護照 做你的老母 好像中國人那樣 笨疾 但是這樣 各位老友記 竟然我是大比數 贏了陶傑 我也覺得屌你老母 多謝各位的垂青 我覺得選票率 可能是分分鐘 屌你老母 比這個小圈子選舉還沒想定 但Anyway 既然有些老友記看得起我 你要問我意見 喂 你們這些傻子 只懂不懂得在這裡屌人 你們怎樣去做 今集 我就發表一下 如果在扶貧方面 屌你老母 既然你們認為我有做特首的材料 我當然是跌兩招給大家 大家可以去參詳 究竟屌你老母的問題在哪裡 有什麼事情可以去救濟呢 當然 現在你看回 97年之前 哪有這麼多窮人 八九幾萬的窮人 那為什麼97年之後 屌你老母 這麼多窮人 當然 加速的情況 當然是關於 年年考第一的 這個臭屌 臨病月娥 這一條的臭蟹 他的倒行歷史 但自從97回歸之後 是不是整體的制度上 出現了一些很重要的問題 我不用這麼多事情 人生裡面 不用天父英才 大家不用石頭爆出來 有些奇才 世界上就有很多的例子 有很多的明燈 有很多的榜樣 你跟著他學習就可以了 我就是看看 為什麼香港可以智庫 突然之間 經濟爆發起來 當然就是屌你老母 有一個香港之父 麥理號 麥理號 1972年來香港 做港督的時候 他做了幾件事 創造了香港的黃金十年 其中有兩件事 就是屌你老母 只要做特首的人 聰明地去做好這兩件事 就攪拌店吃碗麵 第一 當然就是這個房屋政策 攪拌到大家很容易 屌你老母 有廉價的屋主 即是床富於民 大家看看 每逢農曆新年 蘇屋邨 華富邨 麗德邨 那些兒子孫孫回去探 爺爺媽 幫阿公阿婆拜年的時候 多多名車 保時捷又有 林保堅又有 屌你老母 Benz BM 屌你老司 多多靚車 那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當時的香港的家庭 可以不用把他們屌你老母 大部分的身家 拿來交租 找一片瓦傘頭 屌你老母 有多一點的錢 可以儲起他 又或者可以加強子侄 子女裡面的教育 所以教育政策 當然也是最重要的 每一屆的財政預算 港英政府 丟了下去 在教育裡面的經費 屌你老母 多糞過 超過精 屌你老母 跑糞贏這個通脹 屌你老母 很簡單 你看看屌你老母 個個趨之若無 要讀這些名校 華人 那沙拔萃 97年之後 其實這個心都是不變的 只不過國下的子女 跑了去讀屌你老母 這些國際學校 賺英語 賺英文 然後跟著什麼東西 Ilearn School 屌你老母 英基 加拿大國際學校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知道屌你老母 知識就可以讓你脫貧 知識就可以讓你出人頭地 如果不是有屋邨 以及搞什麼 這些屌你老母的教育政策 香港何來屌你老母 有一個考第一的777 利用他父親屌你老母 這個混蛋 他叫什麼混蛋 鄭什麼 鄭松 不知道什麼混蛋 鄭阿新 名字很混蛋 屌你老母 讓他的混蛋 可以屌你老母 借助港英的培育 讀到書 考第一 出人頭地 考了AO 從此脫貧 這兩件事 就是屌你老母 集中做 做得好 屌你老母 做多一點 做密一點 屌你老母 自然有機會 就搞定了 好了 但是問題就會說 喂 老婆 我們好像也有放很多資源 去做好這件事 為什麼搞不定呢 因為現在屌你老母 的人口政策 以及移民政策 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97年之後 你看下來的香港 這裡的屌你老母 大陸移民 對於97年之前 衝動下來的 例如劉夢熊 李嘉誠 雖然是道贊出來 大家都會支撐到 當時的移民積極投入這個勞工市場 積極的屌你老母 做幾份工 希望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 現在的 這個屌你老母 家庭團圓為理由 屌你老母 香港的廢老 取了一個二個 年輕的女人 然後跟著 又走路 又要給他居住 屌你老母 又不能投入經濟 又不能去做事 醫療 福利 各方面的事情 令我們付出百常加更 真的很簡單 這個人口政策 和移民政策 就搞定店吃碗麵 香港在97年之後 多了近二百萬的新移民下來 對比以前的新移民 這一堆新移民究竟有多少多 投入了我們經濟的活動 有多少多是堆住我們的 這個財政策 大家不用問了 只是看看現在的廉價屋 屌你老母 全部這些屌你老母 的資源 去救了這些屌你老母 新來港人士裡面 好 我公司裡面 多多我們的年輕人 我們的年輕人 小花 屌你老母 阿奇 屌你老母 阿喬 都沒有辦法合乎資格 上這些廉價屋 將這些財富聚在他們自己身上 藏富於民 讓他們有錢可以做生意 有錢可以做心躁 甚至是毛娶老婆 生多一個二個 製造香港一些土生土長的人口 搞錯了 你現在搞一些優財計劃 這些優財 你來香港之後 拿你本人民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護照 做半疊腳石 漫漫舟那些去偷騙拐騙 是吧 湯圍那些倆走 是吧 李雲迪還去叫雞 是吧 對香港有什麼什麼幫助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當然不可以全力去屌射這些新移民 因為說真的 這樣也是不公平 因為當中 很大的可能性 也是這些做官的 製造到門出來 擺放這樣的格局 好像想得不想 心思熟慮的人 第一時間就去屌射這些新移民 但是想清楚 而在這個情況 他做了的幫的資源 幫不夠新移民 剩下的資源 也幫不夠土生土長 本地的年輕人 讓他可以解除貧窮線的情況 為什麼這樣說 就是拿回現在 就是陳茂波出來 認屎認屁 不肯是我派錢 不肯是我政策介入 屌射你的老美 香港裡面 還多窮人 不肯是我派過一萬元 屌射你老母 多了26.7萬人屌射你老美 屌射你老美 屌射你老美 做了窮人 但是波叔 你屌射你 別說我屌射你了 你想一想事情 好了 現在我們今年 人人有錢派 人人人不會落空 但是如果港人道已經有52萬的人 坐擁一千萬的身家 你將我們要做一個屌射你老美 資格審查才可以派到錢 將這個錢還想怎樣 去將來屌射你老美 全財配 你給一萬元李嘉誠 有用嗎 屌射你老美 你給一萬元屌射你 他都不肯夠錢買一隻錶 但是你給一萬元屌射你老美 一個屌射你老美 在街上的執筆 一個婆婆 將或者多這些錢 怎樣改善他的居住 怎樣改善屌射你老母 年輕人的屌射你老母 創業 或者屌射你老美 他們住屋的這些問題 是不是更加來得重點 更加來得屌射你老美 再說97年之前 社福界裡面 哪有這麼多這個NGO 自己的部門做什麼 自己政府做什麼 現在這些人 就去玩這些混蛋 屌射你那個街 NGO外判出去 市場主導的扶貧政策 搞到遍地開花 個個都是社福界 個個都屌射你老母 要去幫新移民 幫弱勢社群 幫什麼幫齊 全部都向政府拿水 政府拿到水 跌了下去 這堆的扶貧 也有高昂的行政費用 換句話說 打七雙拳 微雙人 先雙己 水瓜打狗 不見等折 如果自己做什麼 是不是可以省了這些額外的開支 更加可以重點去扔下去 幫助這些 要有需要 跌了下去貧窮網的問題 簡而言之 就是屌射你老母 就說一句 現在香港的這個M型社會 墊下了這樣的情況 就是因為扶貧不能適合 扶貧就是屌射你老母 扔的預算 就是屌射你老母 投放在錯誤的資源裡面 OK 搞不到一個向上流的政策 OK 屌射你老母 錯誤的人口配對 錯誤的移民政策 全部分都是特區政府裡面的制度搞出來 令人道屌射你老兵 大家都沒辦法 死固固的 站定定在這裡 哪個屌射都去不了 再加上97年之後 是屌射你老母 拿手黨那些屌射你讀名校出身 但是不敢在民間疾苦 一種圓 等於陳方安生 那些甚麼臭臭的 多少適當的管轄就搞定了 這樣別人有一個方法 全家賣賣一口吃 就不用搶你們的鍾援 等到一個向上流的階梯 你現在不想 什麼東西掃街都掃了 什麼東西夜市都掃了 黃色事業都打了 什麼賊都要賣 大家都沒飯開 就坐定定在這裡 就要走進舖 走進舖走進舖行高地下政策 這些錢都給交租 什麼賊都做不到 買不到貨源 執不賊到好貨 人工貴賊到afford不賊到 就屌你媽媽 大家站在那裡 哪個賊都去不賊到 說多一件事 現在那些什麼東西 派錢 補貼 政策介入 根本就是多鞠魚 剛才我所說的就是香港內商的問題 你在外面貼快地想吊交部 又如何治標自本呢 這個移民政策 一天你們這些混蛋不賊影響 你就不賊改變 你可以學一下英國人 屌你媽媽 英國人就是世界中最聰明的人等之一 你看到BNO5加1移民政策 收你多多 十多萬的香港人 陸續有來 多多不拘 什麼意思呢 因為屌你老闆 你來到英國 麻煩你帶足錢 那就是換句話說 你投入了資金去社會裏面 投入了人才去英國裏面 再加上你香港人 最喜歡上班 最喜歡讀書 在這個平等自由的角度裏面 你們這些混蛋做幾份工 天天讀兩三個Degree 英國裏面就多了一堆精英人才 還加上你的錢進來 我又不用你救你 你自己弄得行 我不不用騎我房屋 不不用問我拿錢看醫生 你老兵自生自滅 總之我就安全 平安 公義 平等 讓你們在這裡自由發揮 多聰明 你看看你們怎樣對我們這些新移民 你拿什麼東西的垃圾來香港 說完了 說真的 不好聽的話 你老闆一定是忠言逆矣 香港搞成這樣 你老闆 就是整體的制度出了問題 資源錯交配 用而不得其發 你老闆越來越多 你老闆窮人 說完了 我是不是特首的人才 說完了 多簡單 20分鐘 怎樣到香港最糟糕 導致到貧窮的原因 為什麼M型社會就大到默到 你怎麼比林鄭月娥 看副科那麼寬 就是這樣 看完這麼精彩的節目 希望大家可以踴躍支持我們的獨立網媒 讓我們有能力將知識和真相報道給大家 麻煩各位可以數一下以下的PAYME 或者轉數塊QR Code 幫幫我們繼續撐下去 多謝各位 請按讚 快點 快點